山河寻味 我们走过很多这样的路 只有在这样一些人际海质的地方 才有纯净的土地和空气 才能生长原生态的食材和药材 这个很多朋友可能已经都吃过了 这就是手掌参 那也叫佛手参 这个手掌参我其实是非常喜欢吃的 我喜欢早上把它放在粥里面 然后就一起熬上那个粥 然后吃起来还有点糯糯的 但是有些人吃不惯 因为它有一种奇怪的味道 有的人认为是一种山味 手参我给大家讲一下 它也是富含之夜的 所以当你炖完以后 你吃起来它是很绵牙的 在他们的这个医术里面讲的 手参呢 它们是个肾壮阳的一个药材 我现在是在世界第一高层礼堂 川藏318国道 此生毕价318的一个重点的 重要非常重要的一家 叫做里头县 这个去年的它已经老了 我可以吃了 而这个今年的呢 它白生生的这个才可以吃 那在挖的时候 其实是非常不容易保持 它五根手指的完整性 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已经挖断了 所以呢 我们在市场上看到的手掌声 它往往都是五指不全的 这个也是非常正常的一个现象 很难保证它完整 如果大家能够看到 在这样的一个地方的采挖的过程 就可以体谅手掌声 不是那么的完整 它其实对小朋友来说是非常好的 因为它是促进小朋友智力发育的 我刚才讲的 从中医角度来说 我们认为这种东西 它是不神经的 其实呢 小朋友 它的这个脑力的发明 在中医角度来说 就是需要神经来自用的 所以它是一个很好的 我建议给小朋友 智力一个好建立的实在 我建议给小朋友